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除此之外建立自己自傲的形象 很多病人都透过运动 让自己认识到自己身体部分功能不太好 在过程中不仅认识身体 亦敏感自己的情绪 透过运动来说 可以帮助病人除了身体功能上好些 情绪上的改善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我们不要说有没有情绪的问题或困扰 很多时候有些人懒做运动 都是因为肥胖或不健康 你叫我下方走两步都气喘 不要说像我这样做运动 我停了两个月忙 或者三个月之后 你叫我再达一回很辛苦 甚至下方又半分钟头绪 都觉得不好 又要劳斯动众 这是心理上突破不了自己的情况 哪怕是做运动的人都觉得有困难 不做运动的人怎样可以突破呢 不如举个例子我们去分享 记得有一位男士 她说我真的绝对不喜欢做运动 我了解她的生活习惯 她其实每天下班都不是太硬 在香港的生活节奏来说 大概六点半下班 她乘巴士回家 聊完一会之后 她接受到带着波鞋上班 她下班时换了一双波鞋 早三个站下车 因为她不需要带很多文件上班 只是背包 她从三个站前走三个站 直到一个月之后 她能够排回家 跑步回家 我们作为文理治疗师 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 明白心境有什么困难 再调节生活的模式 那便可以让她本来很不喜欢做运动 怎样可以做一点 这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我听到很多案例 都是说做运动 好像拉油上树 你说走走也很勉强可以 我想这个个案是 走走走走多之后 就变成运动 正好之后 可以突破自己不愿意动的状态 是的 还有没有一些案例 我们看到 其实情绪是最大的挑战 首先我不要说情绪困扰 一个平时可能觉得 我们不是很动力的人 其实这个方法也有用 是的 因为我相信不单止情绪困扰 很难做运动 有时是人的习惯 是很难改的 也有一个病人来到 他腰痛去找我 我就跟他谈运动 他说 罗姑娘 你不需要说了 我是绝对不会做运动的 我就问 其实在你日常生活里面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除了购买之外 我什么都不会做的 后来 我了解他居住的环境 在楼下有一个大型的商场 他每天就等人回工之后 就大概九点半至十点 他就落楼下 我就跟他谈好了 他说要window shopping 他继续去shopping 不过就换了一双运动鞋 在商场里走二十分钟 先头他都觉得 都